我不是從澳洲來的 我其實是在上幾百七起 是由林子森老師上課 我很幸運我遇到林子森老師 又那個魏老師一起練課我的上課 我今天有帶我先生來 我也不是說某個師姐帶我 是有一天都要去剪頭髮 因為我的工作是在做晚點 那因為長期下來 還有常常知識的不振 這樣子我的頸椎跟我的頸椎都有突出了 還有我的股關節方面都有受損 那年輕的時候 他皮都要痛 怎麼痛就沒辦法笑了 可是現在進來 因為年齡前上開始往上累積了 我發覺就醒了 而且我這兩年一直在開招 我的碗隧道 差不多在半年前 年輕的時候有開 九嫂開完 一個月之後馬上用右手 開了完之後就馬上擺機嫂 擺機嫂是因為我以前的舊商 我有舊幫 舊幫他讓我的整個臉的都 就是擴張不了 這個時候醫生也是很麻煩 這個小姐的病狀 他們沒有遇過 兩個是碗隧道又擺機手 又加上這種舊疤痕整個沾黏 這一年這兩年來 讓我很痛苦 我整天都是在復健 後來呢 我本身對疼痛就是能忍 那有一個剪頭髮的時候 那個高完兩年約了三四個時間 約了約了第四四十之後 所以我才完成確隔就OK你了 是那天我帶了小孩子剪頭髮 我提前 我那時候演技一直通標 那三個人 他們三個人呢 他是自己工作室 他們三個人就 就是這樣子一做的 我幫你就是這樣子開始 我就很好奇你們三個人 什麼自己在做三個 我提前到他們三個人看到 我就突然間跳起來 然後我就說 幫你們弟弟做什麼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沒有我沒有在做三個 我很好奇 我跟他看 我就明明看 他老闆就下來幫你們撿頭髮之後 我就好奇 我就旁邊那個師姐 我說 姐姐你是在做三個嗎 他說沒有啦 我就是 一種的氣功 阿姨跟著 我說 聽這有什麼好處 我就很好奇 我就跟他講 他說聽這有什麼好處 他說 不錯啦 你身體會健康 但是你有背 很緊張 他說 但是你有背 一定要去看醫生吃藥 你不能這樣 這樣 胖胖 我說我覺得醫療 現在的那個 衛服務會抓怎麼樣 我說 然後就兩條 然後他另外兩個人 就在跳 跳的時候 我就跟著名牌 我說 我就跳這兩條 子痛藥三 也是一直吃 吃到我都很不錯 我就跟著名牌 說師姐 你可以跟著我調 然後師姐先順 師姐說 喔 要跟你調 你可以調 但是你有背 要去看醫生 他一直跟我講 這樣這一句話 然後我說 好 我已經看醫生 你身體可以幫我調 我就很怕我調 我就很平衡 我想說我真的很痛 那時候我走路 我現在剛走下來 注意到 我可以小跑步了 我那時候走路 是這樣子 有點支撐 然後我一直要求我自己 我不可以依賴我的左腳 知道我長期下來 這邊的骨頭 後面的肌鎖一定會 因為我在受鎖 我現在可以跑步 然後那天幫我調的時候 他先幫我調 那個修公司姐幫我調的時候 他說 小姐 你後面跟我面孔 有的臉痴 我說 冬天我吃很多冬 他說可能會是這樣 還要走下來 還要走到40分鐘 我的背後是整個發汗 我的額頭的汗 是這樣子流下來 我的後面的韻子是濕的 可是那時候是冷氣 是在我的背面村 他說你一直調 他調的差不多快兩個小時 那天晚上 那是中午調 可是調到晚上的時候 我回家睡覺 我是一焦天亮 我每天睡在睡都很痛 整個晚上都是 抹東抹西 就要涼涼才能夠入睡 睡的時候是中翻 西翻 沒有完全可以一焦天亮 那天晚上 我睡得燙 第二天我都覺得不對喔 這個好像是一個嚴霸 像老師講的嚴情 你就要開始去 追求他的忍恨 我第二天我就幫他回 我一天是靠在那裡 那個師姐 我那天我就一直跟他叫電話 因為我覺得我身體很舒服 我就趕快要電話 我就很膽 每天都會把他打給你打給他 他說 你這裡我們在宜蘭 因為我是宜蘭人 他說我們這裡宜蘭人沒有 然後我是住在靠近東山 在羅東的地方 可是我們羅東都連羅東南 他們團結嘛 羅東的就散電 那我就必須要跑到宜蘭 我家到宜蘭 騎摩托車差不多都要45分鐘到50分鐘 我就很積極喔 我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後 他跟我想說哪個地方有 因為他家裡有小孩子 不方便再出來幫人家調 然後我表明說 我沒辦法再幫你調了 因為我家裡有小孩子 他要忙家裡的事情 我說好 那我就去找 羅東我找不到 說散會了 就跑到宜蘭 宜蘭後來被我找到 有兩個在一個私廳 在一個私地行間的 我跑到三平街 我馬上去 大家看到我都笑一看 這個小姐 你看到也沒有介紹 可是我那一天有當下 看到他有給我一個濁石井 就打一個電話 我那天馬上檔 下午馬上檔上去 然後就這樣請他說 他們就很得意幫我調 調的時候問題來了 我家的老公 不怕我對人家照顔 第二次我說 為什麼你多人去 你怎麼沒辦法去 我說那你都是七八十歲的 大哥大姐 你放心 絕對很OK 我選去調很好 他剛好去 他剛好去 他剛好去的時候很好笑 他就去那看一看 他也很不放心 然後他就說 那下午 手放在那裡一小時 會這樣想想 我給你放在那裡 他第一天跟我這樣子講 好好不領他了 第二天的時候 他也去調 他就在那邊笑 第二天他說 欸真的欸 他在捉苦 我老公 他很怕我頭被拐整 然後他就說 欸真的欸 那個八十幾歲的捉爸爸幫我調 他後面都會當個被收的 因為他已經有受傷 他說欸這個地方真的感覺很不一樣 他才開始放心 幫他前幾年我自己去的時候 他就好像我爸拐摸摸摸摸去跟男人約會 他每天都跟我俏成媽媽 那一天帶他去的時候 他說要去了一個禮拜 OK 因為我們家裡有一個八十幾歲的 可愛的老菩薩 那我很謝謝他支持著我 讓我可以去調理 然後他在家裡別媽媽 那我在117期的時候 是李子珍老師 我很幸運 欸 我跟伊蘭自己說 你好幸運喔 比比讓林子珍老師 那當下我去調整 其實那一陣子 我的氣色有在伊蘭 氣色有好一點了 那時候講話沒辦法像這麼順 這麼有力 我慢慢的盡量提起 要求自己 我不可以讓我那個痛 讓我放鬆 我一定要提起來 然後上了課的時候 老師就說 欸你們哪裡有話去不好的時候 就自己放在那邊聽他講課 我記得我那邊寫信封的時候 我的扳機手好嚴重 那時候擠不起來 而且這次大幕子是這個你的背 寫信封的時候 我下筆第一支筆的時候 好痛喔 我就看到一個帥哥 我就請他說 你可以幫我 他剛現在有要幹什麼 我請他幫我寫我的柱子 我沒辦法提筆 到底我們會場最後那一天 欸 我發覺我現在可以握筆了 筆可以稍微握下 我現在好多了 現在是有時候還是會搬 你就是自己要持之以合 然後那天在上課的時候 然後很謝謝這些師兄師姐們 幫我們調的 那時候我都還沒有開學完 那時候他幫我調的時候 我在趕車子 那時候是我們一個人 1017前一次一個人來上課 回到家了差不多12點多了 然後那時候我要趕車子 在捷運的時候 我發覺 欸 我竟然可以稍微快速跑步 我那前幾天來的時候 我總共還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樣一拐一拐的 可是我發覺我在後面那一天 那幾天的時候 我上課的時候 欸 我在我要打手的時候 結果他趕掉 欸 居然開始要小跑步了 所以那我更加 我回去的時候 我又更加親近 所以我有報名 年月份的高級班 那我今天就把我的先生帶過 他很放心 大家都是 他不會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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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家分享 謝謝老師 你讓我們的生意 更健康 謝謝你們 感恩大家 謝謝